分享时爱,爱着分享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五个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Very Cool的青绿 B款的睁眼头雕 视频已经发布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看 闭目的这颗头雕 开箱的过程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主要看一看这款它的闭目头雕 之前睁眼的头雕呢 很多人说像虎可 其实我对虎可的印象不是很深刻 那么今天看这个闭目头雕啊 其实我感觉有点像B眼睛的林青霞 当时看到WF展的时候 有人给我展示了偷跑图 当时我就看到 哇去,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风格 闭目头雕其实有一种特别的那种神情 可以说Very Cool的这个头雕 弥补了一些喜爱国粹的一些玩家 它的这个包胶素体啊 是属于一个半包胶的素体 前方呢是可以把它打开一点点 露出一些视野线的 看起来会更加的风韵 这个体现了这种女性的美 有人说五哥我换一个包胶素体行不行 行 但是我觉得浪费钱 尽量别换啊 尽量别换 如果你素体多的话可以 但是你单独去买一个的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 锁骨这个位置它其实也是有刻画 我觉得这个素体呢 真的大家没有必要去换 这样就可以了 你玩这种半包胶素体 其实穿这种衣服的话是最合适的 如果你是露的比较多 包胶素体是没问题的 因为它液体性会更强一些 你像这种你穿不穿包胶素体 里面去正常摆放的话 你也看不出来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素体就完全够用了 不需要额外花钱 真的没有必要 真的兄弟们 你们也是 这个我花钱我乐意 是不是 钱是王不但 没了再再赚 是不是 也是 反正阻止花钱也是 吃力不倒好 对吧 毕竟你们也不给我钱花 对不对 愿意用什么素体 自己选择 我把头条给拔下来 这个耳环用了一个铁丝 给它穿上去的 铁丝的位置 就是一个耳环的样式 然后穿上过去的 穿过去 大家把玩的时候 小心点 不要给它整断了 这个位置 两个绿松石的耳环 眼睛的部分是有眼影的 然后它的脸的两边 也是有红润的这种涂装 头发与脸的过度部分 它还是画了一些 过度的一个效果 这一块 其实是涂装设计师的 一个点睛之笔 画完之后 就有一个渐变色的一个过度 这是这颗头雕 比较细节的一个地方 我后来才知道 这个打板这个人是谁 应该也是我群里的一个粉丝 我觉得五哥的观众 还是比较有自己的个人想法的 所以这点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就是不会去随波助流 或者是人云亦云 不会太去惹事情 这是我比较欣慰的一个点 就像之前有些黑粉 说什么五哥怎么怎么样 我都跟我的一些观众也好 粉丝也好 我跟他们说 我说不要去理会这些人 都是跟他们这么说 所以我觉得上梁不正 下梁歪 这也是很正常的 咱们离特别近的看 其实把头雕离近了看的话 其实还有点挺吓人的感觉 是不是 但其实这颗头雕 其实真的挺好看的 真的挺好看的 闭眼睛的时候 你看到的那个睫毛 然后眼线的部分 也是有刻画的 它应该是一个双眼皮 看到吗 这颗头雕 无论从它的妆容 还是从它的神态和形态来讲的话 包括嘴唇的一个样式 我觉得都是恰到好处的 这颗头雕 其实很多人都说 可惜一点 就是它的头发 不能拔下来 但其实它设计之初 就是为了要还原 至此轻率的题材 有些玩家可能会比较失望 但是其实这个位置 大家也可以 非常想弄的话 其实也可以自己去手动去弄 但是我不建议把它拔掉 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 还是非常非常独特的 这款轻率 无论是放在家里面 还是放在哪个地方 你只要一摆放 放在那个地方 你就会显得 你这个人的品位很高 这个东西 不是说你放一个东西 你品位就高了 而是说 能让看到的人 有一种特别好的心境 这是一种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传达 就像有的人说 我跟你说东西 就好像在鸡汤什么的 那不是 就是人文关怀 还是那句话 你爹你妈都不管你 我管你干什么 是不是 咱实话实说 是不是 你们又不够我钱 又不够我钱的话 我干啥管你 我又不是你老师 我又不是你客服 对不对 咱们就有一说一样 这个事情 就这么回事 但凡是有人说 是鸡汤也好 还是怎么怎么样也好 我觉得你的生活 应该过得不是很如意 建议你还是好好生活 如果你不喜欢看 就不用看 我觉得你别给自己 再气个好胆 你看鸡汤 什么什么这种 是不是 你再气个好胆 你把自己气死 没必要 是不是 下方的连接方式 给大家看一眼 这次我终于可以把头雕 两个头雕拿出来对比 左侧的头雕 确实是有点像刘桃的 我个人觉得有点像刘桃的 就是左侧的B款头雕 它的脸妆 是有些黄的颜色 发黄的颜色 然后右侧的B目头雕 你会发现 它是有点淡淡淡的那种妆容 脸是有点发白的 这个是有区别的 从侧面看 其实都挺不错 其实都挺不错 但是 但是睁眼的这个头雕 确实是更不好画一些 它俩的预定价格是一样的 但是左侧 睁眼头雕 其实它的妆容 相对来说 比右侧的要难画一些 对吧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说大家优先选择 肯定是选择睁眼头雕 但是睁眼的头雕 现在好像已经基本没货了 应该是700往上了吧 B目的这个头雕神情 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说如果睁眼你买不到的话 那么B目头雕也是可以有选择的 这个B目头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神情 这个头雕好不好 你们自己心里有评判 好吧 如果单从大货的这种涂装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的价格应该就是在600到800之间 高了我觉得大家就慎重嘛 反正我觉得very cool是可以再版一下睁眼头雕 因为睁眼头雕太少了 很多玩家都想要 但是太少了货量 希望能再出一些吧 但是我估计应该是够呛了 因为它毕竟写的是限量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 毕竟我也不是内部人员 那么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B目头雕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啊